我们的汽车在地面上行驶时间比较久之后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就是汽车保养了 那么在做保养的时候 机油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需要更换相应的机油 才能保持汽车稳定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在加机油的时候会有加错的情况 那么加错机油对车辆有什么危害呢 修车师傅告诉你 加错这种机油 建议立马更换 我们都知道 在机油包装上面会标注着机油的粘度 比如标号字母后面的20 30 40都是代表机油粘度的粘稠度 而且数值越高 粘度越大 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加机油的时候会出现两种错误 一种是粘度过低 一种是粘度过高 不管加到这两种中的哪一种 都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第一 当机油粘度过低时 当我们加入的机油粘度过低 那么就可能导致汽车开起来变得更加顺畅 就会有人说了汽车更加顺畅还不好吗 其实汽车使用顺畅可能是因为油膜的厚度不够 当车内机油的油膜厚度不够时 就会发生机械性的摩擦 对发动机内部造成一定的损害 这样汽车虽然动力比较充沛 但是称低昂对发动机的损坏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 油膜厚度太厚 这也是导致加了粘度更高的机油所导致的 不过这种情况下 机门对车辆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一般来说就是对车辆的油耗有一定的升高 因为发动机的油膜更厚 需要做工更高来让发动机维持稳定的转动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 等到这桶机油用完之后再去更换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